9月17号,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,会见传媒时透露,下周起将会举行与社区的首场对话,未来的对话平台将会采取三种形式。 今年6月以来,社会纷争不断,9月4号,林郑月娥表示将实施四项行动,希望作为社会向前行的起点。 林郑月娥希望这四项行动可以为打破困局行出一步,以对话代替对立,为社会带来改变。 设立对话平台就是四项行动内容之一。 第一种就是在不同的地区去举行,给市民自由报名去参与的对话。 这些对话正如我所说,尽量是公开,除非真的到时有些很特别的情况,否则一定是公开进行, 视乎个别场地的大势,每场对话预计大概都是一百到二百人。 第一场属于这个形式的社区对话将会在下个星期举办。 第二种的形式就是随机去抽取不同的年龄、阶层、背景的市民参与的对话。 这个应该会比一个市民自由报名参加,更加相对有些代表性, 因为是代表社会各个阶层, 务求令到这个讨论能够更加多角度,更加深入。 第三就是尽管我说希望都是尽量走入社区和开放, 但毕竟有些朋友都是来自不同的界别的, 他们是很希望和我们进行一些深度的对话, 就是谈得详细一些,谈得深入一些。 这类对话每场的人数大约是二十人。 林郑月娥强调,对话平台有几项大原则, 以确保能有更广泛的市民参与, 以及有更开放的讨论议题。 第一,对象是要广泛,不分阶层,不分立场。 第二个大原则我们尽量是公开,透明, 等到传媒可以在现场采访。 第三,议题也是开放。 林郑月娥表示,政府不是构建平台的唯一一方, 欢迎社会各界提供更多平台,鼓励更多对话。 对话总比对抗好, 彼此可以在对话中深入了解对方的不同看法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。